一名53岁女子因违反强制检疫规例 今日于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处及时监禁14日 该名女子早前获发强制检疫令 定名她必须在酒店接受强制检疫14日 在检疫令尚未届满前 她在无合理辩解及未取得或授权人员许可下 于10月6日离开其检疫地点 并到入境事务处办事处处理身份证事宜 她被控强制检疫规例 今日于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处及时监禁14日 卫生署发言人表示 有关判刑可给予社会非常清晰信息 指出违反检疫令署刑事罪行 政府绝不容忍 并严正提醒公众应遵守规例 截至今日 共有64人已因违反检疫令被法庭定罪 判及时监禁最多3个月或罚款1.5万元不等 发言人重申 卫生署必定会对任何违反相关规例的人士严肃跟进